接着呢我们再来回顾计算机网络这一个部分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学习了这个概述篇 网络成篇 传输成篇 以及应用成篇 那么在概述篇呢我们首先了解了什么是计算机网络 以及呢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 然后呢我们通过了这个发展历史 了解了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以及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那么对于中国的发展历史呢 我们记住有三个关键的时辰节点 分别有1980年 1989年 以及1994年 然后呢我们就学习了计算机网络的层次结构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我们了解了层次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 以及OSI形成模型 还有TCP IP形成模型 那么这个层次结构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我们通过现代互联网的网络错谱 了解了网络的边缘部分 核心部分 以及目前的网络组织的一个CS模式 还有P2P的模式 接着我们通过计算机网络的性能指标呢 学习了这个速率 时延 还有这个往返时间 RTT 那么这里面呢有个错别字 那么这里面呢关于这个实验呢 是由这个发送实验 传输实验 排队实验 还有这个处理实验所组成的 然后呢我们就了解了物理层 那么关于物理层呢 它的作用是什么 以及关于这个物理信道的基本概念 还有这个分用和复用的技术 接着呢我们通过数据量度层的概述呢 了解了数据量度层的主要功能 有三个主要功能 分别是封装成针 透明传输 以及插错检测 那么这里面呢 关于这个封装成针呢 我们要知道数据证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接着关于这个插错检测呢 我们了解了插错检测的算法 包括机有这样码 以及循环有余这样码CRC 然后呢我们还了解了这个 最大传输单元NTU 以及这个传输的路径NTU 之后我们对以太网协议呢 进行一个学习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Mac地址 以及这个以太网协议呢 是怎么样进行工作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关于这个 计算机网络的概述片的主要内容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网络成片 那么网络成片呢 我们学习了网络成的主要功能 IP协议 AIP协议 IIP协议 ICMP协议 以及这个路由协议的 内容非常多 这里面呢 我们也是来回顾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网络成的主要功能呢 是进行这个数据的路由 它帮助我们 将数据从一个地方 转发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是学习了 网络成的主要协议 IP协议 对吧 我们知道 虚拟互联网络的这个概念 以及IP的地址 IP的报文格式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转发流程 了解了IP报文是怎么样进行转发的 以及我们学习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这个路由表 然后呢 我们就学习了这个 AIP协议 以及IIP协议 我们知道 AIP协议呢 是把这个IP地址 转成MAC地址 而IIP协议呢 则是把 MAC地址 转成这个IP地址的 然后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 IP地址的直网划分 对吧 首先呢 我们知道 网络呢 可以分为A类地址 B类地址 和C类地址 然后呢 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划分 这个直网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直网掩码 还有这个 无分类地址 SEED 接着呢 我们还学习了这个 网络地址转换 AT技术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知道 内网地址 外网地址 这个概念 以及他们是怎么样 进行这个端口运射的 然后呢 我们还学习了 这个ICMP协议 包括了功能 分类 以及报文的结构 并且呢 我们还了解了 这个ICMP报文的一个应用 那么在PINK 以及TracerLoot 这两个应用里面呢 我们都是使用到了 这个ICMP报文 那么除了这些协议呢 我们还了解了 网络层的路由 那么路由呢 是网络层的主要功能 那么首先 我们知道路由呢 有这个路由表 更新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新 这个路由表 以及它相关的路由算法 还有这个 知识系统这个概念 那么首先 我们学习了 这个RIP协议 学习了这个 距离实量算法 DV算法 以及这个协议的过程 还有它的弊端 最近呢 我们学习了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是解决图里面的 最短路级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学习了 这个OSPF协议 以及BGP协议 那么在OSPF协议呢 我们知道 它是基于这个 迪迹色套算法 来进行这个路由的 那么关于这个BGP协议呢 我们知道 网络的路由呢 不仅仅是运算这么简单 它还需要考虑 这些人为的因素 好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网络层的主要内容 接着呢 我们还学习了这个传输层 那么传输层呢 它的主要功能是进行 进程与进程的通信 并且呢 我们还了解了这个 端口的基本概念 然后呢 我们学习了这个UDP协议 以及TCP协议 那么TCP协议呢 是属于这个 传输层的 重要的协议 所以在本章 传输层呢 我们重点是 学习这个TCP协议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了解了 TCP是怎么样进行 这个可靠传输的 我们学习了 可靠传输的基本原理 然后呢 我们学习了这个TCP 是怎么样进行 可靠传输的 那么这里面呢 有这个连续ARQ协议 滑动传输层口 累计确认 选择重传 等等的一些概念 然后呢 我们还学习了 TCP的流量控制 还有这个优塞控制 接着呢 我们还学习了这个 三处握手 以及四次释放 最后呢 我们还学习了这个 关于重塑层的这个 套机制 以及这个套机制编程 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套机制 以及怎么样通过 套机制来进行这个编程 好的 那么最后呢 还有这个应用程篇 那么应用程篇呢 我们了解了DNS服务 对吧 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知道 什么是域名 什么是域名服务器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DHCP协议呢 也进行了一个学习 还有HTTP协议 以及HTTPs协议 那么HTTPs协议呢 是工作在安全环境的 一个HTTP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SSL握手的过程 那么这些呢 就是应用程的主要内容 好的 那么关于这些网络呢 我们就通过了 概述篇 网络成篇 重述成篇 以及这个应用程篇呢 来进行学习的 这样子就通过了 再次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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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进行评论